GAMI-R10 它的設定非常的簡單 我們只需要準備七號鐵 兩支七號鐵的距離 再把機器設定在球的正後方 記得紅線要對準你要打的目標 好這時候拿出我們的手機或平板 下載GAMI GOV的那個APP 我們就可以在裡面找到我們大概需要的所有的數據 今天我幫你準備了三支感聲不同的感聲 我們等一下來做個測試一下吧 沒問題 我們用GAMI這個Driving Range的這個部分 我們來抓幾個數據 就照你正常習慣打打打看 試試看吧 好 這支剛剛打起來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剛剛打起來的感覺 乾身有一點彈 那其實在騎到球的時候 會覺得這支乾身好像有點軟的感覺 在回震的時候 剛好跟我們實際檢測的部分是相同的 第一個是你的backspin量它是稍微高了一些 甚至說你說覺得軟 它有一點過度補償的狀況 所以說包含你的距離啦 各方面的表現可能都會不如預期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是直接調下一支感聲 我們再試試看 好 所以這支剛剛你打起來感覺怎麼樣 這第二支乾身打起來還蠻容易控制球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個人覺得這支打感還不錯 這支乾身對我應該是還蠻有效果的這樣子 對啊因為這支比較接近你原本的感身手感 那它又是用新的材料 所以目前我們看它平均的數值是還不錯 目前平均看起來是還OK 再一點微調就可以 好那我們來測試一下第三支的感身 好 這支第三支感身打起來跟第二支好像感覺手感是蠻接近的 所以像這支感身 雖然說最大指有出現在這支感身 可是我還是會參考你的手感 就是說在穩定性各方面來講 我們還是會建議使用第二支感身 對 會比較好一點 好 經過了這三支不同的感身測試以後 我個人的感覺是我覺得 這第二支感身好像是比較接近我所需要跟我所追求的感覺 這樣子 所以像Approach R10這台機器啊 它在我們Beating球桿的時候提供了這麼多數據 包含甚至我們今天實際測試 可以把你們選手的一些感覺 甚至把它數據化做出來 在選擇感身的時候 也可以讓我們有更好的一個基礎 GoFwap裡面還有一個Honty Hero的模式 它有42,000個球道圖 我們可以直接在現場測試看看喔 好 Honty Hero它是一個付費訂閱的模式 那它的費用大概就一場球的費用 但是你可以打42,000多個球道 所以算是一個非常划算的 那我們來實際測試來講的話 當然是選擇一個比較有趣味性的新風 既然我們要測試原則上有風就不管它了啦 好 那你的目標設定想要設定哪邊呢 中間偏一點右邊好了 中間偏一點右邊 一樣我們可以切換到這個模式來選擇 OK 請擊球 稍微偏左邊 稍微偏左邊是嗎 我們看一下喔 這一球 對稍微偏走了一點 那我們等一下目前這個數據 還OK 我們來試一下 好 所以已經差不多適應這支球竿的手感了吧 嗯 建耀你覺得剛剛我們測試這樣子如何 其實它真的還蠻接近就是一般真的下場的模式 那也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說 呃我的球路 這個模式真的是非常的好玩 那今天用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其實對我們大家都是屬於一個非常方便 而且實際可以檢測自己的 擊球狀況 嗯 我覺得真的還蠻好玩的 不然再來擊個洞吧 所有東西都沒有參考 還有一位 前提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